今天我们来画叶子 在画叶子之前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叶子长什么样 那么叶子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这一部分呢叫做叶片 下面这个呢叫叶饼 在叶片上呢 它分布着像母人的血管一样 密密麻麻的叫叶脉 那么在画叶子的时候呢 我们要首先把这个主要的特点画出来 然后呢 再添加细节 除了叶脉以外呢 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叶子上面 因为是秋天的叶子 所以啊上面有一些痕迹 有一些小大小鼻的小斑点 还有一些被虫子吃掉的小孔 你可以旁边准备一个放大镜 可以看得很清楚细节 那我们就开始画起来吧 首先我们把叶子的外形抓住 叶子的外形很有特点 外形非常有变化 高低起伏 仔细观察 看到什么画什么 好吗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叶子的外形画好以后呢 我们就把下边的叶饼也加好 弯弯的 叶饼结尾的时候 稍有一些向外突起的变化 下面呢我们就画叶脉 那么叶脉有粗细的叶脉 我们先把最粗的叶脉画出来 可以用叶的边把它画出来 依次把它画起来 找最大的特征先把它画下来 拿起放大镜 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些主要的叶脉之外呢 还有更细的一些小叶脉 这时候可以用更细的小笔来画 你会发现有好多更细腻的小叶脉 你会发现有多好多的小叶脉 我会看到那边的电影 我们会发现有多好多的小叶脉 我们会发现有多好多的小叶脉 这时候我担心一下 你们可以用更多的小叶脉 但是我们会发现有多好多的小叶脉 那边来看 你会发现有十五叶脉 这里噢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小叶脉 好多的小叶脉 那边就学会发现有多好复的小叶脉 我们的小叶脉 還有一個小蟲子被吃到的口 一會兒的衣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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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画到现在,我们就把叶子的主要部分 一些主要特点,还有一些精细的地方都基本的表现出来了 这样的呢,我们就可以不断提高我们的观察力